那么就在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前夕呢 刚刚我们也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副国务卿布林肯 他们在星期三会晤了多位中国异议人士的家属 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姆的女儿 菊尔伊利哈姆 我们下面呢要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 请菊尔来谈谈这次会晤的情况 以及他对这次习近平访美的看法 菊尔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 先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三 你也来到了华盛顿特区 会晤了克里国务卿 还有布林肯副国务卿 谈谈当时会晤的情况 那么你认为在这次的会晤之后 你觉得对今天稍晚的奥席会 是不是有可能讨论到人权议题 你感到乐观吗 我认为在会晤的时候 这个是一定会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的 因为人权是中国就是 一直以来非常需要被关注且需要被改善的一部分 我父亲过去以来就是他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呼吁人权嘛 就是无论是魏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的 这也是他被捕原因之一 就是我父亲被捕的现状也是国内人权系统不完善 和人权问题的恶化的一种表现吧 我并不是很懂政治 但是这事情毕竟是发生在我家人身上 所以我强烈的希望这次会晤中国的人权问题可以被着重讨论到 是 你刚刚吉尔可能也听到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的说法 他说人权是会谈但是肯定不是首要的议题 你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什么样的表态呢 我在想的是 因为美国对于人 我是认为美国在人权这一方面一直以来 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典范 我觉得 作为一个良好的典范 就是奥巴马先生可以跟习主席 像是作为一个先锋一样吧 像是作为一个好的一个典范 可能算是做一个好的提醒吧 是 菊尔我们也知道 这个9月23号 今年的9月23号 其实标志着你的父亲被判刑一周年的日子 去年的9月23号 你的父亲被法院以这个分裂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 跟我们谈谈这一年来 你在北京的家人他们的境况如何 那么父亲的境况又是如何呢 两个月前 我家里人第一次被允许可以去监狱里面探望我父亲 然后现在是允许我父亲每三个月见一次我的家人们 然后就是我通话电话连线 电话连续我的就是见过我父亲的家人们 然后他们说我父亲现在销售了很多 然后是还是被靠着的 并且他们发现就是一直是没有清真食物供应 除了有一种清真方面面之外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穆斯林嘛 我们的清真食 我父亲的清真食物这种供应是不被保障的 而且说他变得非常憔悴 但是他的精神状况是还是良好的 因为我父亲一直是一个就是精神方面很强大的一个人 是 菊儿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可能刚刚我们有观众朋友已经在画面上看到了 这个呢就是你在今年父亲被判刑一周年的日子 你写的一封公开信叫我的父亲我的祖国 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这封公开信里面 你提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提到了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主要是在公布发表这篇文章嘛 然后我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现在所知的父亲 还有我其他家人的一个生活现状 因为毕竟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他除了除了我们家人探望他之外 很难获得他的其他的消息 再加上现在就是律师 我们也没法通过律师来获得就是家里面的这种生活 这种现状我而且并且我觉得试经了这么一年多 我不希望大家为我父亲呼吁的声音就是慢慢小下去 通过这篇文章我就是希望可以传达信息给习主席 或者是其他人民都可以继续关注父亲的事情 并且改变就是我父亲正在受牢狱之灾这种的态状 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菊儿 告诉我们有关于你父亲的近况 也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查询更多有关伊利哈姆教授的相关消息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输入关键字伊利哈姆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我们的网址是VOM